你说什么 陛下正在谋划刺杀曹丞相 不错 本宫知道 如今朝堂之上都是丞相的人 大汉的兵马也听命于丞相 仅凭陛下与我父亲那些人 断无可能是丞相的对手 还望虾狼救我服侍一族 果然跟历史上一样 在一代赵之后 刘邪仍旧不死心 他还计划着与福丸等人推翻曹操 哦 皇后请放心 既然今日皇后如此坦诚相待 我下某定宝福家无恙 谢谢虾狼 那虾狼想让我怎么配合 呵呵 陛下如此处心积虑 我又怎能不配合他 走 咱们一同去见陛下 呵呵 五官中郎将 不知你与皇后商议的如何了 哦 陛下对臣如此厚爱 臣自当粉身碎骨回报陛下 哦 那就好 有了五官中郎将相助 除去曹贼指日可待 话虽如此 但臣还是想问问陛下 究竟可以调动多少人马 如今福寿已被虾贼占据 密谋刺杀一事 估计他也知道的差不多了 朕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实不相瞒 太中大夫孔荣 太长扬镳 一郎赵燕 国杖福丸 都是朕的人 呵呵 陛下说的这些人 都是空有名透 并没有什么实权 臣敢问陛下 能够调动的兵马 这 国杖福丸 暗中续养了一百死士 除此之外 宦官牧顺也按照朕的意思 在宫中联络了五十名宦官 认试死为朕效力 合着总共加起来 不到二百人 就想对付曹老板 留邪啊留邪 你是不是有点天真了呀 虽然人数少了点 但想来应该足够 朕就知道 五官中郎将向来聪慧过人 呵呵 不知对于除去曹贼 爱情可有良计 这个嘛 即使想要杀了曹贼 倒是不难 难的是曹贼死了之后 陛下该如何掌控局势 爱情说得不错 朝中的大权 都被曹贼的人所把持 曹操死后 他的党羽一定会扶持曹昂上位 到了那时 曹昂定会为父报仇 展开疯狂报复 嗯 爱情何故如此 陛下说得不错 所以依我看嘛 一定要找个能够 将曹贼党羽 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不如这样 过几日陛下 以封赏曹贼 为魏王当借口 请他到宫中 以曹贼的性格 绝对会带着曹昂与众人 一同前来 到时候陛下再动手 就可以将他们一锅端了 哦 可是 曹贼手下猛将如云 咱们能得手吗 呵呵 陛下勿忧 典威 徐楚 都是臣的 劫败兄弟 对臣死心塌地 只要他们反水 此即可万无一失 曹贼死后骂 陛下可先召集群臣 将宫门紧闭 以免走漏消息 臣在军中 也是有些威望 张辽 张秀 高顺 皇忠几位将军 也都与臣关系交好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 就是陛下重掌大权 忠兴汉士之时 瞎人的筹划 黄环相扣 可谓是万无一失 听着瞎人描述的画面 留些不自觉的咧嘴笑了起来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 号令群臣的景象 好 请武官中郎将放心 等到事成之后 朕一定让你猎土封王 呃 猎土封王什么的 臣并不是很在乎 嗯 呵呵 这个好说 自由出入皇宫 瞎贼安敢如此如我 事成之后 就是你们这对狗男女的死期 剑下人敢如此明目张胆 留些煞时间木发冲关 不过两人心中都是忽有计较 可以说是老鹰逼对上老鹰逼 经过一番细细商议 他们决定于两日后的休目师动手 狗活先生 你怎么不吃啊 一个憨憨 整日里就知道吃 我大帝说了 有便宜就要占 像你这样的人 吃事都干不上热乎的 诸公 不知今日所为何事 为何将众人都聚集于此 嗯 奉效不必一律 大家先吃 哈哈哈哈 禀报丞相 陛下召见 书氏请丞相即刻入宫 商议册封卫王一事 嗯 终于来了 司聪 如此重要之事 无等定当一同前往才是 丞相所言即是 好 那咱们便出发吧 宝贝 别吃了 臣 曹操 叩见吴皇 还请陛下保持镇定 莫要让曹贼看出了端倪 国丈说的是 呵呵 丞相免礼 今日请丞相前来 还是为了前几日所言的封赏 丞相劳苦功高 唯有封王 才能彰显朝廷恩典 斟这几日再三思索 决定还是封赏丞相为魏王 谁又将诏书拿出来 让丞相过目 奴婢遵命 请丞相过目 就在这位水友走向曹操 摊开诏书的这一刻 流血众人都屏住了呼吸 因为他们今日的计划 便是效仿当年的荆轲赐秦王 拨一拨 单车便摩托 只要咱刺杀曹贼成功 就可以轻石流明了 诸位大臣还愣着坐肾 曹贼逆反 快快来人就驾 随着这位水友的一声高呼 只见一百来号人 瞬间从宫外齐齐涌了进来 傅安 孔荣 杨镖 赵燕等一众忠于天子的官员 也是纷纷站出来对抗曹操 但面对如此凶险的局势 曹操的脸色并没有丝毫波澜 陛下 此举何意 哼 眼下的局势 丞相还不明白吗 只要丞相肯交出兵权 告老还乡 朕绝对不为难你 哈哈哈哈 往年陛下被礼绝 郭四等人欺凌 臣主动救驾 才避免陛下饿死于荒野之中 若没有臣 只怕袁绍早已打到许都城下 臣对陛下对大汉忠心耿耿 陛下就是这么对待臣的吗 啊 曹孟德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今日你要么让出全室 要么就死在这里 嗯 哦 哇 要杀便杀嘛 何必那么犹豫 搞得自己很痛苦 哈哈哈哈 还愣着干球 都给我上 斩杀曹贼 杀 这 这什么情况 曹操竟然早有埋伏 他是如何识破阵的谋划的 无数箭矢飞来 一众死士片刻之间 就被涂漏一空 整个大殿内满是刺鼻的血腥味 见此 流血一股寒意直窜天灵感 陛下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 无关中狼将 你愣着作甚 还不快铲除曹贼 到了这个阶骨眼上 陛下你还不明白吗 臣效忠的可是丞相啊 什么 你竟然敢与朕玩无尽的 背叛于朕 呵呵 陛下这话就不对了 我可从来没有效忠过你 又何来背叛一说 你 丞相 朕 朕都是受人蒙蔽 你可要明察 陛下请放心 臣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点为 末将在 将在场参与谋反之人 全部捉拿下雨 Yes sir 慢着 把那个小公公单独关押 多谢丞相赏赐 随着杨镖 孔荣等人被下雨之后 整个许多城便宣布戒严 曹操命人在城中进行大肆搜捕 凡事有牵连者 无一例外满门皆被下雨 丙陛下 杨镖 孔荣等人为首的党羽 试图谋害大汉忠臣曹丞相 幸得五官中郎将为人机敏 石破乱党的计谋 最终保全天子与丞相的安危 谢杨镖 孔荣等人已被捉拿下雨 不日即灭全族 以此警告世人 对于曹王的汇报 刘血仿佛什么都没听到 他非常清楚 事情败露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可出乎意料的是 曹操并没有对他动手 丞相有几句话 托我转告陛下 丞相并不想为难陛下 但是还望陛下日后安分点 他不希望还有下次 朕 朕知道了 一切就按曹丞相的意思去办吧 此番能够铲除 谋反的乱党 皇后当局守宫 哦 那虾郎 曹安公子 为何没有念出我父亲的名字 我父亲的情况如何了 哦 皇后请放心 我已告知丞相 虽然国杖也参与其中 但好在皇后 主动弃暗投名 因此丞相法外开恩 宽恕福家的罪责 啊 多谢夫君 哦 你我二人 何须客气 全军出击